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节目 我是小提琴手 叶兆熙 怎样可以令一首Vault或者Minuet拉得有趣 和风格是对的呢 大家看到刚才那次示范 第一次是很闷的 第二次有点不同了 到底是做了些什么 怎样可以接近第二种的拉法 而令那首歌没那么闷 今天我会给大家六个tips 大家如果能够做到头三样 已经可以令那首歌是好听很多 你自己弹或者拉的时候都会好玩很多 第一样要做的就是 make four bar phrase 或者make two bar phrase 这份谱上面虽然我们看到有一拍半拍 但是实际上拉的时候 如果要令那首歌有趣 我们不可以只是就这样当它 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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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拍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到底那个phrase 那个乐句在哪里完结 到底它是两个bar的phrase 有时三个bar都会有 这个比较少见一点 在Suzuki第二冊 第十首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four bar phrase 那可能你会问 如果我想four bar phrase 那会怎样呢 其实只要你去提自己 我要做一个四个小节的句子 你很自然慢慢的 你的右手就会做一些东西 或者不要做一些东西 如果我没有去想的话 大家听到就是一堆一拍一堆半拍 是对的 完全对的正确 音准节奏正确 但是是很沉患 是很死板 你听一下 全部半拍一模一样 全部一拍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对比 没有变化可言 好像电话零星那样 拉成这样 谁想听呢 尾完的 然后去到尾 的第二个音 这个是第四小节的第二个音 如果是乐句的结尾 我们通常会收小一点 未必需要去到piano 但是肯定是要收小 可能是metso piano 同一样东西 就是乐句开始的时候 一样都是要小声点开始 即使你在一份谱上 看到它写着是metso forte 甚至是forte都好 我们不是一开始 就已经给了这个大小声出来的 我们是由metso forte 是起码小一级 譬如如果一份谱写着forte的话 我们要起码 由小一点的metso forte 甚至metso piano开始 如果它是metso piano 我们可能真的要在 pianissimo开始 这个才是乐 别人才能告诉别人 哦 乐句在这里开始 乐句在这里结尾 如果不是的话 整个由头至尾是metso forte 那就会很闷 所以大家试想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做的就是 make four bar phrase 你拉完之后 你问自己 似不似是一个乐句呢 第二样东西要做的就是 给一些占大占小 什么时候是占大呢 是不是在谱上写占大 那么我们就占大呢 不要完全跟着一份谱 那份谱 有时是没有写的 为什么他不写 为什么那些作曲家不写呢 如果他想我们做占大 或者做占大出来 那个效果是很自然 为什么那些作曲家不写呢 因为当时的人 他们听到这个 拉着这个乐句的时候 他很自然 就会做占大占小 那你说 为什么会很自然 为什么可以很自然地做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看到那个音符 就算他只有两个音符 如果他是上的 一高一低的话 或者一低一高 为什么怎么说 一低一高 那么高的音很自然 是要比低的音是多一点的 如果他是一个 Apeggio Domiso Dom Dom 很自然最后的Dom 是要比第一个Dom 是多一点 换言之 反过来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要做Domino 就是 如果他下行 Descending的时候 就算是scale 一个 一个Apeggio Descending 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 给他一个Domino Domino 或者下行的乐句 其实是给人一个 好像叹气的感觉 未必是一定一个 很重的 叹气 但是呢 是有这个意思 在里面的 大家如果再回到刚才我拉的这个乐句 上去 再上 然后连续几个 如果我们反过来 我们试下下行的时候 给Crescendo 是很不自然的 大家听一下 如果全部反过来 譬如 头那两个音是上 所以这个音应该多一点 但如果我刻意把它 完全是 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 应该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呢 因为 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很自然就是给Crescendo 什么时候会强调 其实你听到很明显 如果一个音是 一个比一个高 那当然会有一个Crescendo 甚至会有少少 向前 向前 快一点点 如果它是渐小的话 Diminuando 当然Diminuando 下行的时候Diminuando 所以听到这句 不会是 只能的是Diminuando 不会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几个音的音量 不可以是 一样的 不可以是平 更加不可以是 占大 只能够 整体是一个Diminuando 所以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 你要做Diminuando的话 那你要问自己 到底我所做的事 我右手 我是不是在做 用的力 是可以让我做到Diminuando呢 我会不会不小心 在某一功的上功 是快了呢 只要有一下 我们是突然之间 转了速度 是快的话呢 有一个Action的话呢 那已经令那个Diminuando 是受破坏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 Diminuando 你听到是向下 突然之间 会这样向上 接着向下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Diminuando 我做一个 一般的例子给大家看看 可能都没什么 但是 这样才是Diminuando 同样都是 正拍第一拍和第三拍 都是在一个小节里面 一个四四拍子的小节里面 都是属于重一点的拍子 但是第三拍 怎么都要比第一拍 是轻一点的 不可以第三拍就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这样 它是 整体是一个Diminuando 然后大家听到了 第四个小节 虽然它是一个正拍 第一拍是一个正拍 但因为它在一个乐句里面 它已经是结尾了 所以这个正拍 都要拉得很小声 就不可以这样 因为它不是一个新的一句 一定要这样拉 好了 那你知道了 那你下一步就是要控制 右手 为什么我们说练琴 要当你练十次 当你这一首歌 或者一句练十次 八次是要万年 我们唯有万年才知道自己 我手手腕在做什么 我会不会做一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万年这么紧要 来到第三样 就是分轻重 什么意思呢 重要的音 当然是要重一点 或者是多一点弓 或者是用快一点的弓速 好明显 其实虽然是同一个音 第二第三个音是同一个音 但是我想问一下 哪一个音 哪一个E 这个A 第二个是E 第三个都是E 哪一个E音 是重要一点呢 当然是最后的音 也就是第三个 那很自然 你会第二个 不要那么多弓 不要那么重 在一个小小的 调缓在那里 就算同样 是Staccato 同样是Staccato 它们都应该有变化 不是全部一样的 Staccato不是只有一种长短 重要一点的Staccato 是会断得来长一点的 譬如 头那个是Staccato 但是 第二个E音 对不起 应该是第二个音 是比第一个 是重要的 所以Staccato 那个音 是会 那个音 是会明显一点的 最终呢 我们希望 所做的呢 是令那个 Contrast 那个对比呢 是很明显 那别人才会想听下去的 为什么第一次 我拉的那个会那么闷呢 就是因为 没有Contrast 可言 我们又不知道 那个乐句 在哪里开始 在哪里结尾 你整句只是拉对他的指示 就是Metal Forte 但是拉对不代表好听的 我们想就是做那些Contrast 出来 那别人才会 想听下去 之后会怎样呢 之后会怎样呢 第四样东西 我想大家做的就是 那些Semi Quafer Semi Quafer 很多时候会用多了弓的 但是呢 初学者很容易会把这个小指拉成这样的 做错了什么呢 好几样 第一 那个Semi Quafer 用得太多弓了 太轮盡了 还有是用了整只手臂 去做这个 这两个音 两个这么短的音 其实可以只是用手指 手腕去做 也要配合一支弓 不要多弓 小弓 大家不知道见不见到 其实只要我的手腕 向上 手指配合它 其实已经换到弦了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两个音 是需要换弦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 用手腕手指的话 我们下下要用了手臂 用前臂去做的话 不是我特意想这样 这么硬 这么夸张 而是如果你用前臂的话 很容易就会 令那两个音 用多了弓 如果回到我们说 重不重要 分轻重 这一点 那个D 其实不重要的 就是第四个音 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话 那怎么办 不用拉足一个半拍 你可以拉短一点 短一点 准夸准备这个换弦 没问题的 不会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第五样就是震音 trill 很多时候一看到有trill 我们就会觉得 越快越好 trill是装饰音的一种 你太快的话 别人听不到里面有什么音 只是会听到 我举个例子 譬如在这个第十九个小节 有个trill 然后就会很快 没错 对 节制也对 两拍的trill 我真的数了两拍 没有多没有少 但是不好听 那应该要怎么拉呢 将trill 慢去快 慢去快 trill是修饰 装饰音的一种 我们想让人听到 怎样去做这个装饰音 人人做的 装饰音都不同 快慢都不同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种 好像一个电钟 一去到的时候 是很 很沽躁佛味 应该怎样拉呢 至少头那两三个音 慢一点 多一点时间让人听到 当然另一样东西也都要留意就是 不要因为我所说要慢去快 你就用多了时间 所有这些装饰音要在这个音的拍子的长短里面做出来 在两拍做出来 或者其实应该是两拍再加 因为它是一个年功 两拍再加一拍半 不需要将那个trill真的去到这个type 这一弓的最尾 你可以早一点点完的 但是呢 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就是刚才的 慢至快 和在这个两拍里面做出来 早一点点完 早一点点完的trill 没问题的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看到有相同的音的话 两个音之间是要有一个gap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在第十二首 由Boccarini所写的minuet 在开头那两三个小字 一两个小字 大家听到有一些重复的音 就是这里了 初学者呢 不懂这一样东西 就会拉成这样 那个节奏会没错的 那个节奏没错的 大家听到什么 大家听到很多一样的音 你可以说 这个第六点的其中一样的 就是无非想让人 清楚点听到那个节奏 清楚点听到那个相同的音 我不管前面那个是一拍 还是半拍 他一定要比之后那个短的 要很明显是短点 那别人才听得到这个节奏 是不是 如果不是呢 他就 其实就好像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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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 但是 barack period classic period 的音乐呢 全部是很清楚的 是很精致的 所以 所以 dum da 大家听到很少弓的 那一个 现在我就说 为什么呢 现在还有就好好吃 他人发毕 很多就便吃一拍一拍一拍 首歌會很不同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 歡迎在留言欄告訴我 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